坐落在西貢最南方的島嶼 古稱南塘的東龍島 景色非常吸引 既適合觀光 又適合各種戶外活動 例如露營、花艇、釣魚等等 所以有不少市民 假日都選擇來這裡玩 令這個地方出現人潮 亦都帶來了大量垃圾 包括膠瓶、食物膠盒、啤酒罐 以及露營留下的用品等等 尤其在碼頭和營區位置 情況特別惡劣 如果這些垃圾沒有好好妥善地放入垃圾桶 就很容易會被風吹下海 變成海上垃圾 大家下次來到東龍島 如果島上的垃圾桶已經失滿 就不應該把垃圾放在垃圾桶旁邊 大家離開東龍島的時候 應該把自己的垃圾帶出去市區適當棄置 我們海岸先鋒 經常都會去東龍島幫忙靜攤 用行動把原有的清潔風貌還給這個海岸 大家看看 星星局長黃錦星先生今天來探海岸先鋒班 局長對海岸先鋒計劃工作成果作出了肯定 還鼓勵海岸先鋒要繼續努力 將山海無痕的信息帶給家人和朋友 為海岸清潔出一分力 在東龍島做靜攤一點都不容易 特別是要將幾十袋垃圾移離海灘 經過營地、士多、上山落斜 再運到附近的碼頭 真是少一點體力都不行 到達碼頭就放在和食環處商量好的地方 就好像星星局長這樣說 保持海岸清潔要靠義工、海岸先鋒 和政府的共同努力 希望大家來東龍島觀光 或者進行戶外活動的時候 記得不要隨手把不要的東西留在島上 不要留下口罩 記得自己垃圾、自己帶走 一起攜手保護環境 為海岸清潔出一分力 購入海岸清潔